郑小龙携大剧来袭 冲销战想追剧 却为女主角给劝退了 古装剧是国产剧的重要流量密码 每年为国产剧添加不少高人气热度制作 今年国产剧里古装剧数量依然居多 这些古装剧开播就直接获取诸多观众的关注 公认比较出圈的题材是 行真剧 悬疑剧和古装剧 而古装剧唯一带来过两部爆火热剧 由此可见 古装剧在观众之间的影响力极大 下半年国产剧整体热度明显下降 后续爆款作品较少 如今 观众一致期待一部好剧 打破国产剧的困局 刘诗诗主演的新古装剧 《一念观山》即将首播 聚荒时期将得到解救 此外 更多古装剧正在筹备 其中期待值最高的是改编自盗墓笔记的《藏海传》 《藏海传》围绕传奇人物光藏海展开 讲述它如何从小人物成长为大人物 通过智慧和勇气破解其案 开创神秘而精彩的传奇一生 该剧内容广泛 涵盖复仇 悬疑等元素 剧创新度 《藏海传》出自明家之首 游资深导演郑小龙之道 可谓强强联手 作为一部大IP制作 演员选角成功与否 是影响这部剧在拍摄期间 是否已经拥有第一波好口碑的关键 这样的好剧本 再加上这样的导演 汪藏海这一个男主角的人选 成为观众最期待的选择 古装剧的演员选角 一般都会考虑两个要素 一个是演技 一个是流量 好的演技 能够让人物角色形象塑造得好 而好的流量 才能够吸引更多观众注意力 为最终的热度和口碑做好铺垫 显然 流量和实力 这两个要素 已经成为张小龙选角 必备基础要素 肖战成为男主角 人选为《藏海传》这部作品 带来很大影响力 观众对此期待很高 后续可期 肖战爆火之后 就成为圈内定流 在流量把控方面 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值得一说的是 虽然是流量演员 但是肖战的演技实力过关 在不同作品里面 带来的角色和演技 都可圈可点 屡屡圈粉无数 随着跨行成功 肖战在影视领域的发展 风生水起 今年就在古装剧 和年代剧里面 带来了圈粉角色 各方面演技表演有所提升 再次赢得了观众的 清一色好评 剧本 制作组和第一男主 都实力过硬 家梦让作品实现 会一波先火 那后续 是不是就一定是预想那样的爆款大剧了呢 若是没有看到女主角之前 或许观众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看到李怡彤的女主角人选之后 更多人则更对后期表现有所担心了 然 女主角李怡彤 却遭观众质疑 被认为是靠资源出圈 实力有限 可能会拖累作品 李怡彤的选角引发争议 该剧能否出圈 尚待观察